我也知道 我都说了 我选择的人 哪怕他是一头一头牛屎 也是好的 知道吧 但是他是无辜的 我不希望你们去说他两句 你说过去的事 他什么都不知道 对吧 然后呢 他认识我 反而还被人家一对骂 那你说公不公平吗 确实不公平的 确实是不公平啊 家长们知道吧 那些黑匪 现在说 这个适合我 那个适合我 这个漂亮 那个漂亮的 漂亮我的 漂亮个屁啊 漂亮 再漂亮也没有用啊 对吧 是不是吧 再漂亮 他不属于我的 那那有什么用吗 你说现在 感谢感谢我 感谢我 谢谢我们的 有有不倒 有有不行 有不远备 是了这个什么 跑车 谢谢 谢谢我的好哥哥 谢谢 家里面给咱们受跑车的 这个把一个个点点关注 我白天没有怎么直播过啊 这是第一次啊 家里面 我一般都是晚上直播 白天都不直播的 我说句心里话啊 我说句心里话啊 现在 我跟二妹走到一起了 然后呢 那些黑匪就看不惯 以前讨厌我的那些人 以前你们这么讨厌我 这么骂我 这么说我 我都我都让他过了 对吧 啥也不说了 你们现在我跟二妹在一起了 还要来说我 感谢我大哥 感谢感谢我 我大哥受了的 再次受了的这个热气球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 家里面给咱们家把一大哥点点关注 我说实话 说真的啊 有些时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如意 但是呢 这么的给支持阿伟鼓励阿伟 真的我很感谢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听的话 我也说不来什么好听的话 但是我心里面能感受到 我把一大哥对阿伟的真诚啊 阿伟兄弟的真诚 所以特别感谢啊 家里面 家里面直播间 还有杀四千人啊 一般晚上直播的话 是有一万多两万人的啊 那天晚上直播 我又小号包都有两万人 但是 但是白天的话 只有几千人啊 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那个 但是现在在我看我直播的 都是阿伟的比较甜匪 比较多啊 都是支持阿伟的比较多 感谢我眉毛姐姐 收了的帽劲 给咱们家把一啊 把一 给我的好哥哥点个关注 家人们 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 给白衣点个关注 好吧 谢谢 你们支持阿伟 那就给我白衣点个关注 好吧 谢谢 天生一对啊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没有什么配得上配不上 但是我敢说二妹 他不唱 真的不唱 感谢我 感谢我 好大哥 再次送来的跑车啊 我也给我的白衣大哥 回关注了 然后我希望后面的拉拉队 后面的家人们 给我的白衣点个关注 他直播间 现在是 他的粉丝是一千三百多啊 咱们直接给他拖泡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好不好 我的白衣大哥 他不是来为了找个粉丝来我直播间的 那么你说现在人气也没有多少也找不了什么粉丝 但是他是支持阿伟 支持阿伟 感谢我说说几句 但是为了支持阿伟来阿伟直播间 刷点 刷点心意 刷点礼物 对吧 但是 值得我们关注好吧 给咱们家白衣点点关注起 行不行 对 你们给白衣点关注 那就是对阿伟最大的帮助啊 最大的帮助 阿伟睡觉了啊 他昨晚上没有休息好 他就 睡觉了 那个 说实话啊 以前我怎么走过来的 很多家人粉丝都是看我过来的 有些可能关注我都有快有一年了 知道吧 快有一年半年了 但是我这个人呢 我一路走来 我没有坏过别人的好事 也没有坏过别人 但是有些东西不太理想 但是我也只能怪我自己不够优秀 我也没有怪过任何人 没有怪过任何人 是我的世界里真的没有一点点爱情了 我才认识了这个二 我才去大年杀了之后 认识了这个二妹 那么二妹 现在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们要多多给二妹一点正能量 我们也不去说这个好那个好 真的 这个好那个好 因为再好的人也跟我们没有关系 知道吧 再好也不是我们的 知道吧 已经是别人的了 我给过你机会的 我等过你 但是是你来晚了 对吧 就是这么这么说的 是你来晚了 来直播间 家人们 说实话啊 今天此时此刻来到阿伟直播间的都是基本上都是阿伟的甜匪 说实话阿伟的甜匪 我不是一个什么大人物 我也不是一个什么优秀人物 但是我觉得我阿伟带着真诚遮应 知道吧 带着真诚遮应 昨天啊 耳眉的爸爸都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说啊 你虽然比比二妹大怎么样 但是 看得出来你是一个 忠诚注意的一个男人 是有担当 有责任 有成熟伪助的一个男人 真的二妹的老爸就跟我说了这么几句 他老爸真的说了几句 就是说他说 二妹年龄还小 才十多岁 你说机会 嫁人 年龄也还不够 对吧 但是呢 他看得出来我阿伟这个人忠诚周易 对吧 你说说实话 有些人他 只会就是骗他女儿 怎么样干嘛的那种 他做不出来像我这种忠诚周易的 但是我 确实我 我亲自来到了他们家 知道吧 来到了二妹家 然后看到我这个人呢 也是比较比较成熟伪助 所以他老爸也是比较认可的 知道吧 二妹的老爸也是比较认可我的 说实话 他的家体没有那么乱 说实话 家体没有那么乱 都是有规有矩 规规矩矩矩的 都没有那么乱 家体条件 家体太乱了也是不好的 也是你说很多东西 对不对吗 家人们 但是他家体有规有矩的 家体条件不不畅 第二的话 这个家体 对我都还是比较好的 就去他 去他外婆家的时候 他有个表哥 他也不是七七的表哥 可能是他表哥那种 有时候喝醉了 就这样 有点那样子 我们都能理解 不喝八加一的时候 也是挺好的 就喝八加一的时候 就有点不讲道理 但是这个我们的大人 不及小人过 对吧 我们是干大事的人 那么也不去计较这些事情 对吧 这些小事情 所以那些都没事了 知道吗 家人们 你们现在到哪儿去 现在到哪儿去的话 现在就是去我的老家 去我的地盘 去我的地盘 知道吗 家人们 一位今天猜抽 二妹家完了 过来 知道吗 谢谢点赞 谢谢关注 谢谢 谢谢点赞 谢谢 咱们没有关注我的 关注一下 谢谢 父母好教育好 对 他父母都是比较有为话的 他父母都是比较汉化的那种啊 感谢点赞 谢谢 周五好家人们 周五好 周五好 对 谢谢 欢迎来到直播间 感谢点赞 谢谢 感谢关注 谢谢 那些黑肥子呢 以前嘛 就说我嘛 骂我 说我 他子我们两个非开也说我 对吧 他他我们两个不在一起也说我 这老说我干嘛嘛 说我 我是一个男孩子 那么两个人走不到一起也不能不能都是怪怪这个男孩子嘛 对吧 肯定是两个人的错嘛 对吧 你们都老实骂我 说实话 我都承受得起 现在我跟二妹在一起 你们也去骂二妹 这也不合你啊 对吧 那你们的意思还让我过不过呀 对吧 以前阿子我们两个走不到一起 你们也骂我 后面 我 我去追求阿子 抱着花在 在寡查上 你们也说我打扰他们两个的好事 我打扰那个一老板跟阿子的好事 又骂我 那现在我那我我我我不打扰他们了 那那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 你们又骂我 一天到晚呢 我是你们这辈子谁都你们了 妈是怎么了 这一直骂我干嘛 对吧 二妹心里上两队 所以不用不用一直骂我好不好 这二妹那些黑肥妹 你们看不惯我 也不要这么一直骂我 一直说我 我也是一个人 对吧 我也会累的 你们老是说我 我也承受不了的 知道吧 你们不喜欢我 那你们就去看他们直播就行了 知道吧 但是不要骂我 骂我我承受不了 二妹人品好 对的 她为人处事 她至少懂得感恩 感恩 知道吗 感恩 你们知不知道感恩是什么 她至少懂得感恩 知道我家人吗 辛苦了 二妹 二妹懂得感恩 说实话 懂得感恩 比如你今天帮她做了个什么事情 她会 就是感恩的 报答你 知道吧 开玩笑 给大家开个玩笑 她会感恩的 报答大家 知道吧 我没有开车啊 加上麦 我是坐在后面的 我是坐在后排的 看到没有 二妹睡觉了 我是坐坐在后面的 二妹睡觉了 我是坐在后面的啊 二妹睡觉了 对 二妹睡觉 你哥呢 我哥坐五祖的车啊 这个是我的车 我在后面 他们后面 五祖走前面 五祖走前面 我们两个车的嘛 两个车 叫你了吧 他睡觉了 让他睡一会儿吧 睡得好想 对 以为他早上没有休息 七个 这样是没意思的 你说七个 他也要亲戚洗洗的 我也要亲戚洗洗的 两个人相符祈悦的去洗一下 你说人家睡着了 你在那偷偷的洗一下人家 那有什么意思吗 对吧 让他睡一下 对 让他睡一下 他睡着了 去偷偷的洗一下 这样是不合理的 家人们 这叫偷骑 知道吧 不及过他人的投意 你去偷偷的骑人家 这是不好的 我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得哪天他愿意让我骑一下 那我就大大发发的骑一下 对不对 但是他不愿意的情况下 我不会去勉强 不会去强迫 你知道吧 这是人体的问题 做人的问题 我们是三官比较正的 知道吧 家人们 谢谢 谢谢点赞 谢谢 咱们没有关注阿伟的 给阿伟点个免费的关注 好吗 对 这个地方 我在路上一路上直播 我在路上直播 网络不太好 这里有个加号 这里有个加号 咱们给阿伟点个免费的关注 这路上网络不太好 我怕网络卡了 里面被卡出去了 就刷不到我了 就找不到我了 所以先给我点个 点上一个关注 这个地方免费的关注 先给我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 我关注你了 谢谢啊 几点钟到你 到你家啊 这还不知道呢 家人们还不知道 反正有时候路上有堵车 就骂一些 走着看嘛 好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我家啊 这个不太清楚 谢谢关注啊 咱们给阿伟捏一下斐石灯牌 斐石灯牌 给阿伟捏一下斐石灯牌 知道吗 给我点捏一下斐石灯牌 对 谢谢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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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点一下啊 赞赞点一下对 记者有点画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